体长一米的青蛙真的存在吗 答案是肯定的 普通青蛙最大只能长到5到7厘米 但在非洲就栖息着这样一种 名为非洲巨蛙的蛙类 身长相当于一个婴儿那么长 非洲巨蛙主要分布在科迈龙和赤道新几内亚区域 在它们还是一个小蝌蚪的时候 就已经有鹅蛋那么大 成年后更是大到让人直呼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在蜷缩身体的时候 非洲巨蛙就已经达到30多厘米 更不用想完全拉开它的身体 作为名副其实的蛙类巨无霸 非洲巨蛙的饮食也不再局限于小昆虫 吃那些根本填不饱肚子 所以它们主要不是鼠类 鸟类以及鱼类 只要我嘴巴大 万物皆可吞得下 那么非洲巨蛙为何能长这么大 这就不得不提到它所生长的环境 作为水鹿两栖类动物 非洲巨蛙主要住在潮湿森林或者河水里 这种地方本就利于蚊虫大量繁殖 所以非洲巨蛙在这里根本不愁吃喝 除了食物充足 也与非洲巨蛙的繁衍方式有关系 它们一次可产数百没卵 但每一个像鸭蛋那么大的卵 很容易引来捕食者的际遇 所以为了防御敌人 非洲巨蛙就会选择在湍急的河流筑巢生产 但河水虽然防住了捕猎者 但无法让冷安静地待在原地 所以雄性非洲巨蛙就需要搬运树枝或石头来修建堤坝 来防止孩子被冲走 但搬石头是一项重体力活 没有力气怎么能行呢 所以在求偶时 雌性巨蛙就会选择强壮的雄性作为配偶 繁育后代 优良的基因被继承下来 那些弱一点的基因连传承的机会都没有 久而久之 非洲巨蛙的体型也就越来越大 那么体长一米的非洲巨蛙肉质好不好呢 它的味道怎么样了 我们接着看 你吃过体长一米重达三公斤的青蛙肉吗 在1906年 当体型巨大的非洲巨蛙第一次被人类发现时 就注定了逃不掉被吃的命运 它虽然看起来大而且生活在森林中 但它却身无毒素 反而肉质鲜美秋秋坦坦 对于食不果腹的非洲人来说 非洲巨蛙绝对是上天给予它们的礼物 所以非洲巨蛙遭到了大量捕杀 非洲巨蛙也十分容易捕杀 虽然弹跳力比一般青蛙好 但可惜是个短跑选手 耐力极差 跳几下就没了力气 也不知是不是这体重脱了后 往往是被人捕了去 非洲巨蛙不仅被捕来做成肉吃 还被当作商品售卖到其他地区 十分火爆 掌握了捕捉非洲巨蛙的赚钱密码 那就是一本妥妥的致富经 最疯狂的时候 非洲巨蛙可以卖到十美元一只 人们追逐利益的同时也导致 非洲巨蛙数量大幅度减少 为了保护非洲巨蛙 当地政府下达了进捕令 但由于利润过于丰厚 总有人铤而走险去捕捉 毕竟这非洲巨蛙又不像其他野生保护动物 具有攻击力或者剧毒 加上人类对环境的破坏 非洲巨蛙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 卵的存活率极低 即便人们不捕捉 非洲巨蛙也面临着种族延续的问题 而非洲巨蛙想要恢复以往的数量 除了规范巨蛙栖息地附近的工厂生产作业 禁止人们捕捞外 还要恢复栖息地的环境 不过这一点十分困难 不仅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 而且也十分耗时间 但这恢复雨林规模这一项 起码要花10到20年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人工养殖实现 曾也有人想过这样的办法 但都以失败告终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咱们接着看 体长一米重达三斤 味道又嘎嘎棒的非洲巨蛙 为何不引入我国人工养殖呢 在我国 人们一直都有吃蛙的习惯 像牛蛙在被引入后 更是受到吃货们的喜欢 像炭烤牛蛙 牛蛙火锅提到都忍不住咽口水 而这非洲巨蛙比牛蛙要大上好几十倍 如果把它引进国内 一只巨蛙就够一家人吃好几顿了吧 但我国一直没有将巨蛙引进提上日程 这主要有几点原因 一是因为非洲牛蛙对生活环境十分挑选 它喜欢在高温湿热 以及富含氧气的地方待遇 而平均气温还要在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之间 另外对水质要求也极高 水质必须纯净无污染 有一项不满足 非洲巨蛙都难以存活下来 所以到了咱们国家 非洲巨蛙都可能水土不服 而这也是非洲巨蛙只分布在科迈龙和赤道 几内亚地区的原因 另外养殖非洲巨蛙也非常不容易 曾有人尝试过 但都以失败告终 因为非洲巨蛙在蝌蚪时期是素食主义者 只吃水生植物的它们很不好养活 加上如鸭蛋一般的身体 可是要吃不少 所以这非洲巨蛙虽好 但咱们是无福消瘦啊 还是去吃顿牛蛙节解馋吧 好了 关于非洲巨蛙 小伙伴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